美國加強審查外國勢力違規 對美國大學加強影響力 最近 哈佛大學化學系教授查爾斯·利博 涉嫌參與中共的千人計畫 並且撒謊 被FBI逮捕 實際上 中共對哈佛的滲透由來已久 最近 《哈佛大學校報》在一篇文章中透露 2015年3月 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福斯特 在與習近平會面後 取消了一個原本安排好的 與中國人權有關的討論會 討論會的組織者是流亡美國的 中國維權律師和異見人士藤彪 他曾是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 人權中心的研究員 在活動開始的幾週前 哈佛法學院副院長奧爾福德 要求他取消活動 他告訴我 我必須離開講話 因為哈佛大學院議員 在北京會面對習近平 哈佛大學院議員在北京 他也提出哈佛大學院議員 在哈佛大學院議員 在北京會面對習近平的組織 他也提出哈佛大學院議員 在北京會面對習近平的組織 所以我沒有選擇 然後談談談就被解決了 腾彪表示 哈佛的這種自我審查 讓中共政權的滲透更容易得逞 批評中共政權的記者和作家 莫拉·莫伊尼漢也有類似的經歷 他在接受英文大紀元的採訪時 談到他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 因為與教授的觀點不同而掛科 莫伊尼漢後來才知道 這位教授當時正準備簽證去中國 不敢支持與中共不同的觀點 大學和學者的這種自我審查 讓美國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受到威脅 美國胡佛研究所發現 中共政權利用校際交流和留學生擇校 來威脅美國的高校 比如一些大學在接待了 遭到中共壓制的異議人士來訪後 中共就暫停校際交流和留學生項目 而中國留學生是許多學校的重要收入來源 據彭博社報導 2013年以來 中共捐助美國大學的資金總額近10億美元 其中的9370萬美元給了哈佛大學 在中國民眾的眼中 哈佛是美國排名第一的大學 上世紀90年代以來 每位哈佛校長都曾訪問中國 在中共教育部留學基金委的公派資助留學項目 合作夥伴中 哈佛大學排名在第一位 而在眾多聯合培養博士碩士的項目中 有一個項目特別引人關注 哈佛也因此被稱為第二中央黨校 1998年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 開始為中共培訓官員 近20年來 培訓了上千名中共黨政軍官員 其中1998年由中共中組部、國家外國專家局 以及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 聯合立向的新世界學者項目 被稱為或中共政府認可的 最出色的海外培訓項目之一 20多年來 超過150名中共高官參加了這一培訓 其中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長李源潮 前中共商務部副部長、海協會副會長蔣耀平 中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烏舒林 中共前陝西省省長趙正勇 趙正勇因為涉嫌受賄去年1月落馬 今年5月11日開庭受審 他還因為參與迫害法輪功 在訪問台灣時被當地的法輪功學員起訴 法輪大法新聞中心發言人 哈佛校友張耳平表示 這些項目讓中共官員 憑藉著哈佛大學的名義 試圖使中共政權合法化 美国智库曼哈顿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霍华德·休斯克 曾经作为哈佛的教授 在中国讲授危机管理的课程 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 我们不会确认这些公司的错误 甚至是犯罪和政治家政策的抑制 以更加训练和更加确认 许多西方机构认为 让中共官员接受自由社会的培训 有助于让他们更加开放和民主 但是事与愿违 这次瘟疫扩散全球 中共掩盖疫情 让许多国家重新评估与中共的关系 张尔萍表示 哈佛也应该重新考虑 对中共政府的态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